expands. Re implies certain people are to want to spann. ows文解字 《 spelling解字》 《例如說文解字》 第一集 今天要跟大家見面 今天要講的是 政治就是談論 英文是politics is talk 今天的題目是 天下至廣 非一人所能獨自 這句說話是出自北周書文帝紀宗的詔書 今集的主題是 絕勇洗智 絕勇洗智 絕就是 奪起嘴 或者它聚攏的嘴唇吸 勇就是毒瘡 洗就是奶或者甜 智就是治瘡 香港流行的潮語的瘡字 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例如窮瘡、毒瘡、道德瘡、爺瘡 連食肆都有 說文解誌第一季將會在逢星期五晚10時再度在MyRadio播出 而即晚亦會在YouTube提供節目重溫 大家不要錯過了 而節目已經上架 大家可以透過PayPal、PayMe或PayTran付幣 月頭我們2021年 但也補充一句 節目結束之前才說 記得要交台費 是啊 科金 其實我們科金一年365天都歡迎 不一定是月美的 月頭我們一樣歡迎 沒錯 我們就是年頭 新英頭 新年新英頭 什麼時候都好 只要記住交台費 交台費的就是好日子 沒錯 剛才我們提到武則天 台灣也出了武則天 現在 你小心查水錶 又查水錶 是啊 蔡英文登上了這個亞洲 封面人物 被譲笑為民選獨裁 為什麼叫民選獨裁 民選獨裁 很難有獨裁 但是這個就體現在台灣 因為台灣那部憲法 是行政手、行政院 和這個總統的權分得不清楚 所以就又可以做到這個民選獨裁 譬如這個總統他本來 只不過是管理這個外交 國防 國防和兩岸 但是他可以什麼都管了 就是他可以指示 這個行政院做什麼做什麼 其實在這個憲法上面 好像也都沒有特別說明總 沒有的 是的 好了 那行政院所做任何事情 他最後 就是你不要理他是哪個黨執政都 他都必須在立法院去實行質詢 但是這個畸形畸形 總統做任何事情 因為他不需要立法院交代 過往就有 國民大會的時候 總統就需要向國民大會 然後就要立法院通過 後來就取消了 就是說五院都掌握在這個總統手上 其他的一些部會 他都有權作主的 但是呢 他又不需要人監督的 你說這個總統的權力可以去到無限大 最簡單近期的例子就是委任阿谷媽 做監察院院長 做監察院院長 民間怎樣反對也好 立法院怎樣吵也好 照上任 因為他不需要經立法院通過 如果經立法院通過的話 你就是民進黨佔大多數 那你都起碼在立法院辯論一番 現在不用的 我說是 最近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我剛才提過了 委任了最高行政法院的院長叫吳明洪 吳明洪是什麼人呢 吳明洪是蔡英文的表姐夫 蔡英文的表姐是誰呢 就是林明珠 應該是前年我們都說過了 他是被委任做勞動部部長 已經被人吵了 做了一年之後 他以身體不適為有 就辭職了 為事是2018年2月 他用身體不適就是病 等於腦凍腳痛 在2018年12月 又出來了 委任有什麼職位呢 叫做台灣金聯資產管理公司的董事長 一說 輿論當然是嘩然 年初你才辭職 因為身體不適 而現在你又委任他做董事長 然後做了一天就辭職了 因為被人吵了厲害 短命的董事長 現在那個表姐就不用做了 表姐夫來吧 找他做 最大問題就是 行政法院的院長 最高法院的院長 就是說 當人民和政府打官司的時候 就要在這個行政法院 即是等於我們香港的司法覆核 那你說 在這個環境之下 你作為一個行政最高法院的院長的時候 即是說 我現在的班民眾和蔡英文政府打官司 那你覺得這個院長 會不會嚴守中立呢 第一 這個院長是你委任的 第二 他是你表姐夫 沒有 沒有 台灣沒有瓜田 剛才前朋友又挑書包 瓜田里下這個城是怎麼來的呢 大家知不知 不是瓜落了田 落了李的田 我前陣子才翻看 李下就不戴帽 李下就不要戴帽 你戴帽的時候 李在上面倒下來 不是 你戴帽呢 因為你說戴帽的動作 你好像砸人家的李 李在上面倒下來 瓜田呢 又沒有放鞋帶 沒有放鞋帶 瓜田不立李 那些瓜在地下 李下不靜悟 阿宋主委真的把書包出來 我讀的車是讀的 這條車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不是 不是 是小學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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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瓜田不立李 李下不靜觀 是啊 所以就是瓜田李下就是這樣來的 所以呢 就是說 這些這樣 你應該避嫌 大哥 雖然舉內不避親 但是問題 這些這麼重要的職位 應該 喂 整個台灣不是只有你一個 吳明洪的嘛 大哥 我就引用取笑一下本地 我們本黨 有些人這樣說 我選他不是因為他的學歷 因為他的能力而已 就是這樣 現在委任他 因為他有本事 關他的身份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樣 是 我們說的 但是 這問題就是 這就是政治盜吉 除非你很明顯 是沒有其他 沒有其他的人 認識的人選 是的 特朗普也是 特朗普找他的自己的子女 親戚朋友 做事 一樣 很重要的 還有他的 親人做的 不是一些這樣的 即是說 是 重要之外 最多是做幕僚之女 那些行角的角色 現在是找任一個 大法官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官 其實呢 他 就算 全世界人 全世界都沒有人做 只有他 他能夠做的 其實都不能夠親自委任 都應該透過程序去委任 是的 你要透過一個 走完程序 沒錯 這樣去委任他 你這不是的 大哥 真的沒有人做的 你現在真的亂點樣 不要點到他就是了 一個行政命令 那你其他很多人反對 社會上的嘩然 你是完全不理的 其實你見到 其實 剛才阿謝公提到那個 提到中華民國憲法 提到兩個系統 一個叫總統制 一個就是行政院長主導的內閣制 那個總統制 其實一直來講 我之前上後 我看到那個 叫了張宏刊那個封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很賤人的現象 就是中國人 台灣其實是實行民主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也都經歷過政黨輪體 但是去到現在這個地步 竟然出現這個情況 說明什麼呢 說明就是 當人民真的有權利 給你的時候 你能不能夠去很克制 用這個權 但是呢 你看回前朝 馬英九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她的姐姐 馬以南 立即辭職 她老婆在兆豐金做法律部 都要辭職 她就是不避嫌 不是她避嫌 不是不避嫌 就是說 在這些環境之下 就算為這些職位 對政府是沒有任何影響的 她都不希望有些姐姐 呀 親戚 坐一些其他公司高位 因為人家一到緊急的時候 喂 她就要看你背後那個 那個背景了 喂 兆豐金 這個 馬太 到時候 法律部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那人家說我不看你馬太 憤臉 我看你老公 我看你老公 但是我們蔡英文 這個女王 完全不理這些東西 我告訴你 其實這個 傅宰文是政治學博士 其實做一個政治人物 這些是常識來的 就是你這個最基本的常識 你都不能夠去體現出來的時候 這個就是令人家很詫異 第二就是說 你作為一個正當輪體多一段時間 竟然出現了這個不成熟的做法 其實這個是不可以原諒的 因為 這個法官 是不是說她是不好呢 也不是一定的 不是 問題 我們民主 民主不能夠沒有程序 沒錯 就是等於 希特拉當年 為什麼希特拉 在威馬共和最民主的情況之下 選出來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當時來講 德國人 由於一些外部的影響 所以令到她做一個很錯誤的決策 但是問題就是 歷史又再重複出來 這個是要吸收的 尤其是你現在整個國會是民進黨的 到你的總統也都有這麼大的民主授權 你更加要局限你自己的權力 沒錯 因為她拿到這麼多票數 你其實做任何都可以 最後你就限制不到自己 即是你自己的自製能力很弱 其實意識上你都要限制自己的權力 沒錯 但你意識上不限制權力 你還要不斷廣大 甚至連民進黨都控制不到 在表者夫這個問題上 你無法告訴別人 沒有人比表者夫更適合這個位置 這個不用說 這個不用說 因為你作為一個總統 你應該知道 常識就是說 第一 我不能夠讓她做 第二 如果真是她最適合的 我這個程序 是大家同意的 拿到認受性的 然後才去做 即是不能夠說 我說了算 這個是最大的危險 譬如現在民進黨 你又成立了這個黨產會 又成立了這個速轉會 好了 那現在 國民黨 要跟你政府打官司 如果你找一個 你現在找一個吳明洪 你表者夫在做最高法院的院長 其實你輸了 國民黨輸了 一定是不順的 那一條戲 如果你找一個 嚴守中立的 大家都覺得她是合適的 國民黨輸了 心甘命態 我打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都說我輸 那我沒有辦法 如果你找一個 你表者夫親戚來的 我就算真的輸 我這條戲都是不順的 因為你一定站在政府 站在政府的立場 所以這個是 對蔡英文政府 本身是很不利的 但問題呢 她不會覺得這件事是不利的 現在最大的問題 如果我們看回 有個大團在握 如果我們看回 整個節目 最初講的 受精的故事 跟這件事去相比 去聯繫起來 其實你說明一件事 採民政府 它有個民意授權之下 他要做一些他自己要 答應了人的政治教育 於是 做了 他又怕自己受到批評 於是就用自己的方式 去鞏固自己的權位 這個就是最大的危險 你有民主 但是沒有制度 沒有程序去制衡 即是我們講的 民主其實就是一個制衡 還有一個制衡 制衡制衡沒有了 但問題就是 現在台灣的民主發展 其實在很大的程度上 由於受到一些外力的影響 所以其實呢 有很多情況之下 是有所偏頗的 那個外力是什麼呢 就是由於歷史的原因 所以呢 現在上來的民進黨呢 一直都打著一個什麼呢 一個省席 悲情 悲情 於是你贏了 你是沒有了一個思維 去建立一個法治 一個程序 他一尾覺得我是受壓迫者 沒錯 現在我贏了 我已經報仇了 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是一個可以慶幸的現象 在亞洲州行的事情上面 我們看看 民進黨或者他們所謂的網軍 去做的 如何處理這件事情呢 其實 他們都是用同一手法 他跳出來的 罵啊 他第一件事 他不會針對亞洲州行說話的內容來反駁 他一個亞洲州行是紅媒 沒錯 那一句是紅媒之後 你不需要再講內容 他不需要跟你逐點反駁 中天 你是中天 你是紅媒 你是親共產黨的 親共產黨 什麼都不用說了 這個很恐怖 這個有一次是謝功上前說的 就是密卡石主義 我們去到這個階段的時候 大家其實是一個非常之不理智 反共大壞 對 亞洲州行 有一個紅媒 你當是紅媒 對 因為他總編輯一日本 一日本 一日本 對 我看完他那本書 其實我沒有看完他那本書 即是說近來 即是近來 即是這幾年香港發生的事 我看了幾頁 我真的看不下去 很少看書看不下去 那就是 很像一個說話 叫君子不義人廢然 是 即是他什麼背景都好 他的說話是可以值得參考的 我們都要聽 是 那他現在就說到 即是針對到 喂 你現在 蔡英文在幾年上 即近年上 你做的事 行政專權專斷 即是立法位 你司法應聲 你這些事 你有沒有辦法辯駁到 你是為自己辯駁 我是這些事 我是 譬如 我行政 我不是專斷的 我擺在立法院裡 我跟隨所有立法程序 所有的程序 在這個程序公義 民進黨一段 不斷在晚九年代 一提這個程序公義 什麼都要講程序 什麼都要 好像我們複謀 逐條審議 好了 現在到自己上台 你有沒有做這種事 你可不可以 即是反駁 這個亞洲州 你不是這個行政專斷 人家有個事 有個事例 講得出來 你是不是可以 反駁到 即是好像三哥 剛才說 即是你面對 亞洲州 這麼嚴厲的批評 你是應該用回 大家公認的手段 而不是去找一些網軍 或者自己找一個廢人出來罵 然後吸帽子 這件事 如果是一個文明的政治制度來講 其實是很不文明的 老爸說 你說一立本 說得錯的 怎麼錯 說出來 現在唯有民政黨 就出動一些小粉綠 大陸的小粉紅 這件事是不道義 也不是一個成熟政黨的理念 當然 他這樣的批評 還要再提一件事 就是 亞洲州罕 接下來的一個封面的人物 就是 他們民政黨的大佬 張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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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謝公的老友 欣賞欣申港的老友 我老友 老友的老友 即是你老友 你老友的老友 張俊宏 剛剛坐完 所謂欺詐罪 應該一年左右 這是民進黨大佬 創黨原老 他在原來都是很大佬 我們看回 近期 有不少民進黨的前黨員 也有份量的人 不斷出來罵 蔡英文 包括 陳水扁 呂秀煉 黃正傑 張俊宏 詩明德 這些全部都是 創黨 創黨兼者 民進黨面 草有嚴重 這些人都對你小英不滿的話 其實你小英真的自己 不去檢討 找些小粉綠出來 去輕風作浪的話 其實你自己都 其實 你自己知道 但是 這也是 經常說的 蠍子騎著青蛙過後 你忍不住手 而且很簡單 他已經有我的權在 他就可以覺得自己 永遠都是對的 預期不用 大佬 預期作廢 有權在手 預期作廢 而且他要延續下去 所以 變成 我們說 在2016年 藍坤身代天府 抽出武則天助天 這個國運籤 當時我們只是覺得 可以當選 只是說武則天 索造這個人物出來 他可以助天 他是當選總統 但是想不到 他這個武則天坐在這裡 現在也是 這樣才大禍 張俊雲在文章裡面說 文章長執政短幾年 以捍衛人權為名 用行政命令打壓之實 無異於威權服辟 更勝當年的難 張俊雲是說的 張俊雲是深受 當年所謂霸色恐怖 威權時代 坐牢被打壓 都說 現在民進黨 是比當年的國民黨 民主政務黨 有這麼大的使命 應該建設一個民主制度的台灣 而不是以民主之名去統治台灣 這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說一下 小英在元旦文高 他又說到兩岸關係 那個不用說了 兩岸關係 面對兩岸關係 我們不會無盡 也會堅守原則 只要北京當局有心化解對立 改善兩岸關係 再符合對等尊嚴的原則之下 我們願意共同促進 有意義的對話 等疫情受到有效控制之後 我們也期望兩岸人民會逐步恢復正常 有罪的交流 增加理解 減少誤解 其實這些 知道以前 曼狗也有說 那時候 曼狗說的時候 他們怎麼說 賣桌 賣桌 親共 好了 有些評論家 八個字 可以形容這兩岸政策 他說 這個叫老吊重彈 了無新意 這個 我想他都搬不到新東西出來 沒有的 其實你看到他 未執政的時候 自己政權受影響的時候 就罵 一切的媒體 罵完之後 喂 我做妝 於是就要看了 看情況 他這個新年文稿 剛剛是什麼呢 特朗普輸了 他明白什麼 那麽就退 來 那麽大家談談 那麽自己當作 於是 就要 想跟人談 因為美國佬 不知道下一屆 拜登會不會再繼續支持台灣 九成 那麽他不支持 拜登沒有打電話給他 那麽呢 那麽呢 那些戰機來搞搞震 那麽 你們搞得多也會煩 很簡單 疫苗有沒有去找呢 有沒有習慣 什麼時候台灣有疫苗打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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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買疫苗 不過呢 就堅決不買大陸的疫苗 那麽 但是 他在外面市場搜集的疫苗 究竟來自哪裏呢 他不肯說 就是說 分分鐘他都買到大陸疫苗 不過我不會告訴你 但是我口告訴你 我一定不會買大陸疫苗 那麽 那麽說回呢 就是亞洲周刊這件事 那麽亞洲周刊 那麽不是第一次被人告 那麽就是做這些 就是傳媒的經常都被人告 那麽呢 那麽呢 那麽獻金醜蠻 就是講這個 劉泰英呢 就是 就是 捐錢給 黑林頓 那麽劉泰英就是 告亞洲周刊 包括 這個 他當時的 先人 就是陳朝平 好了 那麽 陳朝平就前幾天出來講 那麽當日我被人告的時候 那麽 那麽國民黨 那麽有錢的可以打官司 那麽 有人接他生意 那麽 那麽 劉泰英也告我 那麽 我就是找 找律師 那麽沒有人接我這個案子 那麽 那麽當時 那麽誰幫他找律師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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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就是 我們捍衛言論自由 所以我介紹我的學生給你 那麽 就幫你打官司 那麽 那麽最後 打了 那麽 那麽 現在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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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捍衛言論自由 現在你當主角 現在你發動網關 現在好像還沒有提告這件事 但他發動各方面去攻擊 甚至在維基網站發動修改 在亞洲周刊的條目裡面 寫一些嘲笑或罵亞洲周刊的事情 或者是攻擊亞洲周刊的網站 文津那些綠營有一個邏輯 他說我們是民主國家 所以你說我們蔡英文是女皇帝 他說你敢不敢罵習近平 你敢不敢把習近平的頭放上去 在龍頭上面 然後你寫著中共是專制獨裁 你又不敢 你就是黑膏我們 他這個說法可不可以說他錯呢 不可以說他錯 但這個問題 你有沒有改變到 你這個去針對你這件事講的東西 你是不是說那個是行政專斷 共產黨自己認的 他是專制的 但是你不認的 人民民主戰仔 我講明的 你不是說我什麼所謂 他每一次你批評民進黨 他都是這樣說的 五星期可以在台北101 那裡拼來拼去 你試試拿我們蔡英文的旗上去上面 在北京上去拼去 其實就好像我們年紀讀書的時候 先生罰你 他都是這樣啊 為什麼你不罰去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們講另外一件事 快快吹出來了 沒時間了 這個綠色監察委員林文程 質疑馬政府時期 以中華台北名義 以及觀察員身份 參與世界衛生大會 他是出賣國家的主權 那這個呢 他講完呢 我覺得 都沒問題啊 你是監察委員 你說什麼都行 行政院 邱昌昌昌昌就說了 表示 我合作的 他說叫外交部配合來調查 你怎麼發神經啊 大佬 問題就是 你覺得中華台北是不賣台的話 那你自己沒有用 人家在2016年 你採聞當選 那這個世衛 給你一個邀請 你不要啊 參加這個世衛 觀察員 那你不要去啊 那還有 你還要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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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死了 算了 陳水扁還在生 你還要查陳水扁 他開始做什麼呢 因為 文職黨之前試過 因為韓國瑜這件事 他知道 已經死了 我做這麼多措施 一定會被人唸出來 於是我怎樣呢 我先到處找人 到處找藉口 到處找案 開罪 他沒有啊 到處唸武啊 沒有啊 然後有什麼東西呢 就用那件案 來蓋了他第二件案 其實他正在做防禦重施 玩弄是最好玩的 沒錯 因為是執過症 有時候被稱為馬維拉 為什麼叫馬維拉 維拉是一個美國的棒球手 就是一個很成功的救援球員 即是投手 通常呢 投手呢 很少開一個人就丟到九局 因為呢 你就算是說 我下三陣 一局呢 三陣九個人都要丟九局 你丟完九局呢 你厲害的 都要八十幾球 那你八十幾球 你想想 你丟 沒有人 沒有那麼超人 可以丟到那麼多球的 你丟到手弊嗎 所以呢 所以呢 很多時候就不止一個投手 那就是說 救援球員是什麼呢 就是當主力投手 扔得失準的時候 就找另一個來幫手 這個救援球手 那馬維拉就是最好玩的了 那維拉就是在美國大聯盟 一個非常之出色的 這個救援球員來的 就是板凳球員 那怎樣也好 就是 狗不狗呢 他就消費馬維拉 總之自己有什麼不行呢 就拉米軍出來 拿來轉移視線 但是很奇怪 他又喜歡拉馬英九 我喜歡拉一些香港社運界 我們見到香港社運界 又走出來說 好啊 馬英九賣台 搞這些東西 那真是不知道 阿扁的事 就是這個 由1981年 用到現在 其實呢 今年的 世運 東英奧運 在日本 東英奧運 那你 台灣都是用中華台北 去參加的 不要去 你一定要台灣 堅持台灣 只是台灣這兩個字 否則我一個去 不要參加 你都說了 小英都說 什麼 WHO WTO 什麼 總之 他都是用中華台北 去進入 是 用中華台北 1981年 已經推出所謂奧運 奧運模式 一路到奧運模式之後 所有國際的組織都用中華台北 你說這個 我們是否願意接受 當然不願意接受 中華民國 但是 都是說回九年 那句 人在屋簽下 不得不得 還有再跟大家重溫一下 其實這個 用中華台北這個名義 爭取到的一個功臣 其中一個功臣 徐亨 不是 是一個 香港的律師 徐亨 徐亨代表出席 是 那就是幫手打的 那 因為當時中共提出了中國台北 中國台灣 中國台北 很多名詞 最後我們 他是 China 台灣 或者China Taipei 所以最後 我們同意用Chinese Taipei 是的 我們講這個 大道程故事館的時候 提過這位 女士 姓陳 他義務幫我們中華民國 就是打這個 國際官司 那 都說了這麼久了 時間就夠了 我們下個星期就再回來 拜拜 記得交台費 好 拜拜 拜拜 一定要 贏 順 最後 都 很認真 走 我的